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德烨皮肤浅浅万头发永远都不算 大家好我是007 是谁说要看德烨饿了最狠的一集 这不就来了 不要怀疑你没有走错频道 这里不是旺达幻视 更不是复苏者联盟 德烨这个澳大利亚限定皮肤够幻视吗 够灭霸吗 反正你说像谁就像谁吧 这里是澳大利亚金箔利 就是那个金箔利钻石的金箔利 它的土地面积是英国的两倍 但人口只有四万 这个季节还基本都跑光了 因为热的 这里温度高达四十度 离烤熟也不远了 所以你以为德烨是被晒红的吗 不 它是受到了当地土著大娘的宠爱 浑身涂满褶食颜料是当地人的一种祝福方式 当然它还能顺便防晒 金箔利是不是遍地钻石咱不知道 但遍地毒蜘蛛和咸水恶是真的 马赛克德一路提心吊胆 不是 咱好歹穿个小裤衩 贫瘠又干旱的海边 淡水是必须自圆 口渴得向上游出发 光脚走路真有点渣 正午的阳光下 人体每小时的出汗量都能占体重的百分之三 再来四个小时 我们见到的估计就是德式腊肉干了 好在德爷幸运地发现一株水潭 瞅瞅这漂浮雾 看看这小树叶 干净又卫生 一口一咕咚 这里看起来不像是鳄鱼能上来的地方 德爷安心扎营 一直裸着也不是事 先来编个小草裙 扭一扭晃一晃 嗯 质量不错 至少没掉了 随着夜晚的降临 海水也开始慢慢退潮 现在看来 对面海岸离这里也并不远 德爷有点眼馋 但怎么说呢 真不是咱不会游泳 关键是鳄鱼好怕怕 还是乖乖赶海吧 退潮的海岸很容易找到食物 德爷挖到一些生蚝 敲碎了生吞 不错 饿了吃啥都香 金箔利的天黑得很快 德爷必须赶在太阳落山前回到营地 不然路都看不见 但刚走一半 德黑黑就和黑夜融为一体 最后跌跌撞撞才找到家 房子是没空搭了 德爷只能就地躺下 摸摸光溜溜的脑袋 这咋还有虫子咬头呢 德爷难受得一夜没睡好 早上起床伸手一摸 诶 薯片 小东西还不够塞牙缝 德爷直接给扔了 我赌一包蜡条 他以后肯定会后悔 红色皮肤的体验卡已经过期 为了防晒 德爷给自己做了个淤泥死吧 新皮肤这不就有了 一番跋山涉水 德爷来到另一个海滩石荒 几个塑料瓶 一个塑料浮标 这都是盛水的好工具 德 收费品大爷满载而归 还意外发现新的大水潭 这真是天然泳池 洗完澡再喝水 真香 白千层的树皮柔软舒适 很好今晚有床垫了 一大早德爷就装上水出发了 现在有了存水器具 那最好找一个离食物近的营地 这地方看起来就不错 离生蚝海滩近 离小树林也近 就是离水源有点远 但咱有货存 不怕 海景房走起 忙碌了一天 德师傅又渴又饿 搬家计划被迫终止 说好的水有存货呢 怎么说 这两个小水瓶可能是冰露 所以一直在漏 今天又是睡地板的一天呢 四天过去 德爷除了那天的小生蚝 啥也没吃过 搬家必须赶紧的了 小塑料瓶全部报废 现在只能用大浮标装水 但它是密封的 所以需要生火烫出一个开口 败火德永远不会缺席 钻木取火 外外点S 烧红的木棍往浮标上一戳 又喝 大号巧克力棒棒糖 咕嘟咕嘟灌满水 再编个藤条当背带 德爷背着炸弹包上路了 天天赤脚走 这脚底板已经黑成炭 关键还割伤了好几处 看着就疼 但好在海景房终于可以住了 出门找点食物 小生蚝小螃蟹小海螺 虽然并没多少 但总算有的吃 三牙缝也是塞 生火开饭 鸡鸡蟹嘎崩脆 第二天 德爷准备改善伙食 这么多小鱼不吃多浪费 小木棍烧一烧摸一摸 德爷抄起叉子出发了 然后 他站在海边当起了木桩 没错 今天的策略是守株待鱼 一个小时过去了 捕鱼德啥都没插到 天气太热脚底还疼 放弃放弃 德爷小心翼翼往家走 茂密的杂草 可能会遮住许多危险的裂缝 地面的黑色石头 温度高达70度 光捉德非常沮丧 还是睡个午觉吧 下午 德爷发现了新食物 猴面包树 它的果子含有丰富热量 敲碎打开 里面的果仁可以当坚果 果肉嘛 嚼起来像硬质板 但它所含的维生素C 是橙子的六倍 所以不能浪费 回家路上 幸运德发现了一撮新鲜海盐 今晚菜单有了 盐烤坚果 不知道这吃起来是百草味 还是三枝松鼠味 我投百草味一票 打死不改 除非三枝松鼠爸爸 来找我打广告 到了第九天 德爷在岸边捡到一段钓鱼线 这个男人还没有放弃 他的捕鱼计划 别说 他还真找到一个鱼钩 捡点海螺当鱼饵 再套个小石头加重 最后当然不能忘记 灰色防晒新皮肤 真面如死灰 找到合适锤钓点 德爷开启闪现模式 不忠不忠 太晒了换地 由于饥饿和劳累 德爷逐渐失去钓鱼的耐心 还是收工吧 这次的单挑荒野 过得向饥饿实验 正经饭是一顿没吃过 顺风吹牛皮 逆风讲道理 哲学德发表了一大篇感言 总结起来大概就是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这十天过得很艰难 德爷摸着光溜溜的脑门 回家了 看开点就当来减肥训练赢了吧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精彩纪录片